说到接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不能烧 很多地方为了防止农村烧接杆,头痛不已 甚至有过火的标语引起很大争议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好去处 接杆就像一堆堆垃圾放在地里占着农田 所以对于农民来讲,还不如就一把火烧了,省点肥料钱 但有句话说得好,世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而现在中国人在接杆利用方面终于取得了革命性进步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5月27日,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主办的接杆深加工产业发展大会成功举办 通过大会,小编发现 中国人在接杆利用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步 科技赋能,深挖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大会在安徽邦步举行 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放在邦步开? 这倒不是因为邦步的接杆产量最多 而是邦步孵化出了全国 唯一以生物机材料为特色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在生物机新材料领域授权发明专利就有500多件 其中以安徽丰元集团为龙头的行业骨干企业 拿出了很多有意思的产品 可降解的餐盒、毛巾、衣服、棉被等等 也许很多人都想不到 接杆除了变成肥料外还有这么多的用途 这就是科技赋能 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在大会上介绍 丰元集团已经利用接杆制糖技术 彻底改写了接杆传统制肥应用的路径 具体而言就是利用生物技术 提取接杆中的木质素、棕纤维素分离 然后采用煤解糖化等方法将棕纤维素转化为生物质糖 这个糖不仅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进一步转化 由不同功能微生物转化为 醇类、有机酸、康泉类等糖平台化合物 进一步转化为燃料乙醇、聚乙酸、浮南聚脂等高质产品 同时制糖的残渣还能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 黄腐酸是腐质酸中分子量较小的有机混合物 可以用作高效绿色肥料 兼有均肥和有机肥的共同特点 在农业生产中具有改良土壤、减少化肥使用 增强抗逆和改善农作物品质等积极作用 特别在赔肥土壤、提高化肥利用率、缩短作物生长周期等方面作用突出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消息 安徽丰园等国内领军企业通过全链条关键技术研发与运形模式创新 创新性的研发农作物接杆、制糖关键技术和微生物高效生产复合煤技术 煤结总还原糖的率可达到90%以上 同时发明了接杆糖渣生产黄斧酸肥料技术 共同构成了接杆制糖连产黄斧酸技术并实现产能落地 据小编了解 在丰园给到的生物处理路径中 每2.5吨的接杆可以生产1吨混合糖 同时连产1.5吨黄斧酸高效有机肥 这些可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 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六大产业集群 可谓极致榨取接杆的生物效能一点都没浪费 实现了接杆从一烧了之到点草成金的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产品的附加值提高 受益的是整个接杆产业链中的每个成员 对于农民来说就是有钱赚 接杆大面积的科技应用需求 首先提高了接杆回收的价格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接杆产品回收均价为260元每吨 到了2022年 接杆产品回收均价就增长到了312元每吨 在东北三省 不少农民已经习惯了把本来没人要的稻草卖街 卖给加工厂 一位吉林农民在接受采访时就说道 我今天送稻草30多吨 一吨卖320元 现在一共卖了1万多以前稻草没人要 所以在中国接杆正在从绿色杆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黄金杆 在泵部 接杆则从生态包袱变成了生态产业 2023年2月 风源集团年处理1.5万吨级 接杆制糖连产有机肥项目 已在泵部市固阵线正式投产 据测算项目整体产值将突破7000万元 对于企业来说 这也是自身价值实现的正向路径 据悉风源集团在接杆生物化工等方面 加强超前研发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储备 占领了国内科技化生态化高价值化利用的制高点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其生产的混合糖可以利用风源特有的驯化菌种 生产生物材料和生物能源替代化石资源 同时还能加工为接杆塑料 接杆布料 接杆油漆 接杆涂料 接杆皮革等产品 未来风源集团还会和专业科研机构合作 实现更加前沿的基础性专业突破 包括微生物发酵 生物纳米材料 超级电容材料 3D打印材料等深入创新 最终实现万物接杆造 从宏观层面讲 中国每年接杆生产量为9亿吨 用接杆制的混合糖替代粮食制的淀粉糖 不仅可以生产2亿吨生物材料 和2亿吨生物燃料 还可以复产8亿至10亿吨黄斧酸有机肥 黄斧酸有机肥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绿色高效有机肥 它不仅是农产品的生长剂刺激剂 还能改良提升土壤层养分含量 降低土壤层营养物质外流 这种有机肥可实现农田变粮田 种出中国好粮 让中国碗装满中国粮 实现高标准的农田建设 保护黑土地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至于现代农业的架构下看 揭杆的生物科技化利用 意识推动科技农业生态 走向正向循环的驱动力 枫原产业链涵盖了 加工产业 纺织产业 工业 及家用装饰材料产业集群 生物化学品产业集群 生物燃料产业集群 生物肥料产业集群等六大产业集群 可形成万亿产值 这也是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生态的痛点是 风原 深耕接杆产业的起点 也是锚点 风原集团围绕着接杆利用 进行的一系列科技创造与开发 本质上就是以生态开放 价值共创为方法论 助推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打造 如今 横根在人类文明面前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长期以来化石能源的使用 已经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 就拿塑料产品来说 很多人认为只要回收了就能再利用 且不谈其中的回收成本 即便是回收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因为塑料的回收利用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塑料微颗粒 流入地表和江河湖海 再次污染土壤 动植物以及鱼类生物 从而危及人类生命健康 更别提这个过程中所释放的大量有毒气体了 因此 丰原集团董事长李荣杰认为 在人类未来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中 使用生物质可再生资源替代化石资源 发展低碳循环经济是必然之路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很早就立下了节能减排的目标 中国还定下了碳排放量 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 20多年来 峰原集团投资20多亿元 持续自主创新掌握了生物合成技术 发展生物材料 生物能源及生物肥料产业 就是要打破国内很多产业依赖化石能源的现状 2019年11月8日 峰原利用自主知识产权 建设的中国首条年产5000吨乳酸 3000吨聚乳酸产业化示范线建成投产 这标志着中国人全面掌握了从葡萄糖发酵乳酸到聚合饼胶纸 再到聚乳酸全产业链工艺及设备的核心技术 2023年4月15日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认为 峰原集团农作物接杆高效质糖连产黄斧酸关键技术与装备 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木质纤维素复合酶生产技术 两步法棕纤维素酶解糖化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生态农业的重要主线任务就是要将科技企业农业 纳入到一个产业共同体当中 在时下 峰原的接杆产业探索 也正在和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进阶步调共振 从产品的量到强调科技的质的高质量发展 以价值共创带动接杆产业链科技含量和产值的提升 成为生态农业的新面向 从源头抓起用科技嵌入打造生态产业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绿色科技实现绿色中国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知道哪些废物利用的科技创新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